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请先缩小 最小话 好了 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把那个2021年第一季的资料加回去 可以吗 好来麻烦请把 我刚刚辛辛苦苦做的这个档案给删掉了 这个 这个档案 请你删掉 对 直接删除掉 直接删掉 请把这个 刚刚复制出来的档案呢 刚刚复制出来的档案 后面那个dash复制 就是他只能变降血压 刮胡口胡 又刮胡 就这样子 Enter 可以吗 好了 这里面 请问是不是就是标准的什么 具有 不 bom 的utf-8 然后接下来这个档案里面有没有2021年第一季的资料 有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 健保署提供给你资料而已 好了 接下来 我 我也证明给你们看 所以我还是打开 记得吧 这里面绝对有2021年也就是民国100年 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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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这边 有110年的资料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呢 麻烦请你们把这个档案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对吧 来 麻烦现在没有2021年对不对 可是当我们来源数据改变 目的 目的 这些四九号报表全部都 画完了 好 请点 重新整理 对不起 我那个党名 党名被我改错了 好吧 那请你们重新下载下来好了 这个档案也删掉了 因为 因为就是我可能多删掉 那个右刮幅右边还有一个空格 我也把它删掉了 听得懂吗 好了 没关系 来请把这个档案给删掉了 请把这个档案删掉好不好 好 然后请你重新下载 就是 就是 我刚的这个网路上 范例我都没有关掉 来请你们 把这个 范例下载 降血压 降血压 这个要重新下载 这个 降血压 刮幅口幅 你看 你看这个口幅 又刮幅 右边 还有一个空白就被我删掉了 好啦 好啦 来请点他 所以你在党名里面最好没事别加那个瓜糊 这样就可以 现在你做这件事情 绝对是今天课程最简单的一件事 而且 而且 绝对是 未来会一直发生 请问 健保署 会不会每季提供这个 这个 呃 你不是 你要听的是这种大思维 你不是要会做这些东西 现在已经做这些东西已经变得很 就是 就是 为什么要学这个大数据分析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再用Excel这个工具 每个月重做 好 我们现在哦 因为已经下载好了 记得 这一个 下载好 各位应该知道下载里面是不是多了 这一个档案 就是 降血压 刮幅口幅 记得这个 左刮幅前面有一个空白 右刮幅前面真的有一个空白 好 你看不要用肉眼来去看 找这种事情 那 我们现在 只要在这一个 档案里面 常用 选 呃重新整理 你等一下2021年的资料就会跑出来了 而且 我们这边是用平均 他这边就是会放平均 而且不是只有第一张做好 是每一张都做好 你看一下这边2021是不是就做好了 可以吗 好 我只是在告诉各位实际 遇到这些事情该怎么做 好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实际会发生的事哦 也就是研究分析人员 他在做的是 除了他要看到正常的这些视觉化分析 例如说 刚刚举例2021年 新资料增加进来的时候 这里的内容有没有做改变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情形 好 这是研究分析人员 后来要做的是 我们 我们团队跟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合作计划 就是说我们也是提每个月 就是应该是每一季 对 现在是每一季提供给他们 RAW DATA 就是最原始 一个一个人去做筛检的情形 然后这些视觉化图表 他就只做一个重新整理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看这些知识 去看这些现象 就这样子 可以了解吗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那个有兴趣 本来是在看亲民上合图 存欣赏的角度 看数据的变化 现在我们团队会提供提供这种 用视觉化分析的新的技术 来去跟各位做更好的交流 我现在说